全油管最快新闻,11月3日下午,成都地铁被诬陷偷拍案开庭审理,原告何先生特意穿上了事件发生当天穿的被怀疑藏有摄像头的鞋子出庭。 何先生表示,鞋子没有问题,他只是想穿着它出庭。 涉事的两名女生至今未与他联系或道歉,在庭前会议中,两名女生也未出席。 何先生在进入法庭前发了条微博告知关注事件的网友,得到了网友们的支持。 加油,社会需要较真的人,希望得到公正的判决。 何先生的朋友小魏特意陪他来到法院,在庭外等待,并表示佩服他的勇气。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